第111章 胸口的长毛经了蝉鸣 世界消失 宁缺醒来 他看着眼前急进处蚂蚁的尸体 散作一堆的青叶兵力 尸神片刻后 艰难地爬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也许很长 也许很短 但他知道 躺在街道中央 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听着远处隐隐响起的竹笛声和马蹄声 他狠狠一咬下唇 强行提振精神 撑着疲惫伤鱼的身躯 奔入侧方一道小巷 青时间面上流下的血水已经消失无踪 干净的 有如被雨水洗过数十遍 又被春日暖暖烘干一般 他没有察觉到 自己身上的血字也不知去了何处 干净的像是刚在红袖招里 抛了半夜的木桶浴一般 先前昏迷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此时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对于长街镜头的朱雀会像 与身后的大黑伞的神奇斗法 更是没有任何记忆 走进侧巷 他迅速脱掉了身上那件满是见口的外山 这时才注意到 外山上居然没有一丝血迹 微微一正 艰难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确认真的没有任何血迹 心中不禁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疑惑 只是此时情势紧急 官府已经被惊动 他不急思考 直接撕下一片布角 挂在树枝上 然后把外山扔进墙后的某间民宅 胸口处依然无比痛楚 那根来自苍穹的无形的长毛 仿佛还插在他的胸膛上 每走一步都会让他脸色白上一分 哪怕是最微弱的颤抖 都让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上 被撕裂的口子又大了些 他伸出颤抖的手掌 搭上一堵矮矮的围墙 腰腹用力一跃而入 悄无声息 经过一个还在贪沉凉汗睡的居民 从竹竿上取下一件青色单衣 迅速套在身上 他背着极好的金疮药 但在穿衣服的过程中 匆匆查看一眼后 惊奇地发现 身体表面那些被飞溅 割得鲜血淋漓的口子 不知何时已经愈合 这种愈合并不是真正的伤愈 看上去更像是 被人用火强行灼焦一般 只是止了血 但伤势依旧 借着最后的这抹夜色 宁缺在长安东城的大街小巷里 沉默艰难穿行 时不时侧身入树后 攀爬至眼顶 避开那些越来越近的马蹄 和越来越尖锐的竹笛 当他终于成功靠近零四十七巷时 却发现自己 无法回到老笔斋之商 因为长安府拿着铁齿绳索的牙翼 已经开始逐接扣门询问 簇看着那些被敲开的铺门 宁缺抬起手捂在嘴上 强行压抑住强烈的咳嗽冲动 脚步一挫 退回巷口阴影之中 靠着墙壁急促地喘息了两声 一辆样式普通的马车 出现在巷口 车缘上印着书院的标识 宁缺藏身于黑暗中 盯着这辆每天接送 自己去书院的马车 仔细聆听着 向中不识传来的铺门开启时 在心中默默计算着时间 疲惫的右脚狠狠一灯墙面 虚弱的身体 迸发出最后的力量 他整个人斜斜一掠冲进向中 右手闪电板打开车门 便钻了进去 向中正在问救古董店老板的 牙翼余光里 隐约看到了什么 惊恶转手望去 却见巷口处空无一人 只有一辆马车 安静地停在那处 这么早 怎么会有一辆马车停在这儿 牙翼皱眉自言自语道 准备过去看看 披着剑单一的古董店老板 打个了喝歉 看了一眼向口处的马车 急随意地解释了一句 那是接小宁老板去书院的马车 每天这时候都会在这儿等着 听到书院二字 牙翼停下脚步 自嘲一笑 转过头来看着古董店老板 感慨说道 咱们这条街上 居然也能有人考进书院 真是难得 马车内 宁缺看着牙翼与古董店老板 在实接处对话 确认没有问题后 放下车窗帘 轻轻一敲窗帘 用疲惫的声音说道 老段 可以走了 车夫老段吓了一跳 回过头看着连后的宁缺 惊讶说道 宁老板 你什么时候上车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今儿宁起的倒是真躁啊 嘴里刻的叫岸我没温 惊急着赶去书院再看两眼 宁缺轻声解释道 然后面色微微一变 低下身子剧烈地咳嗽起来 急忙用袖子掩住自己的嘴 听着车厢内压抑 却有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车夫关切询问道 您没事吧 宁缺应道 昨夜太热 贪吃了两碗冰 又冲了几桶井水 大概是伤风了 车夫回过身去 一手千江 一手青灰马鞭 笑着说道 热伤风最是麻烦 不过您年轻火望 回铺子后喝些清凉茶汤 也就没事了 听着火望二字 宁缺不知为何 心底生出一股记忆 他微微一震 低头望向自己的衣袖 发现上面 染着梁抹自己咳出来的血 便轻轻将绣脚攥在了手里 长安南城乃清贵地 那座湖畔小住 更是清贵之居 有资格 住在这种地方的人 都是非负责贵 茶师严肃清 虽说不容于朝堂 但在名流上层圈子里 还有几分名气 先前林湖小住里一番死战 早已惊动了湖畔别的居民 但发现是茶师严肃清的脑袋 被人砍了 长安府乃至宇林军 马上开始了严肃的茶几工作 此时城门刚开 正是将凶徒堵在城内的大好时机 长安府衙役四处寻访 宇林军则是在街道之上不防 而城门处的茶宴 更是急言 但在严厉的茶宴 终究还是有所分别 有所差异 至少对于带着书院标识 负责送学生前往书院读书的马车 表情严肃的城门军 只是随意问了两句 然后掀开车帘看了一眼 便挥手放手 宁缺掀起窗帘 向城门洞出望去 心想 若不是身上血迹 不知为何全树烟灭 今日这关还真是不好过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朱雀大街上的血迹 也已经被全树蒸发净化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不然那些宇林军的骑兵 早就会顿着血迹 追上疲惫伤重的他 马蹄哒哒 车轮凌凌 第一抹尘光降临长安城 照耀在少年轻质的脸颊上 把苍白的脸要得更加苍白 他忍不住眯起眼睛 想起了那个世界里黑色的阳光 想起今夜发生在自己身的诸多不解释 下意识里摇了摇头 然后把刀藏进了车板下 马车行至书院 宁缺缓慢而平静地向书院里走去 往日花香草帽尽忧的时道 今天却显得这般漫长 每走一步都是那般痛苦 而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伤势和异样 胸口中处在如何剧烈的痛苦 他都必须忍着 连煤烧都不能挑动一下 这种身体状态绝对无法上课 宁缺清楚 如果坚持上课 那么自己极有可能会当着教席和同窗门的面 喷一口鲜血 然后当场倒闭 所以他直接穿过书院幽静侧向 迎着不知道是地级旅晨光 缓步走过失地 来到旧书楼前 旧书楼昼夜对学生开放 此时尚早 无论是书楼教席 还是那四名执事都不在 宁缺自行推开楼后 然后右手扶着墙壁 极为难难 缓慢地向楼上爬去 到了熟悉的二楼 看着书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修行书籍 宁缺沉默片刻 忽然生出强烈的阅读冲动 因为冥冥间 他有一种极不祥的预兆 这将是自己生命里最后一次登楼 而也将是最后一次 有机会看这些珍贵的书籍 终究还是没有从书架上抽出书来看 也没有精神去看那个叫陈皮皮的家伙 有没有留言 他疲惫地向书架镜头走了过去 走到膝窗下的地板间坐下 稍后女教授 应该会来描他的脏花小凯吧 被他看见自己 这副模样 要如何向他解释呢 也许稍后自己就闭上眼睛 再也无法醒来 那何必还要解释呢 因为失血过多 更因为身体内部所受到的那些玄妙伤害与冲撞 宁缺的思绪极度混乱 就像春日风中飘着的那些柳絮般 轻飘飘魂不着力 不知方向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 感受着那出空荡荡的感觉 感受着空荡荡里 那股难以承受的撕裂痛苦 下意识抬起颤抖的右手 缓缓摸了过去 没有摸到那根来自苍穹的长毛 也没有摸到血 但宁缺却觉得自己的手上满是粘稠的鲜血 而且他很确定自己的胸口 确实被那根长毛戳出了一个大洞 一个无形的大洞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吗 宁缺痛苦地想着 同时觉得脑海里涌来无穷无尽的困意 觉得自己的眼皮变得像铅一般沉重 不停地想要避拢 他解下身后的大黑伞 轻轻搁在身旁 然后疲惫地向后方的墙壁靠去 缓缓闭上双眼 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 双腿很自然地放松张开 就像是那个雨天卓尔基坐于灰墙之下 楼间传来轻柔的脚步声 身材鲜巧的女教授 缓缓走了过来 看到积座于墙下的宁缺 她的眉间缓缓促起 目光落在少年身旁那把大黑伞上 女教授看着那把大黑伞微微粗眉 在看宁缺时 田径的容颜上 便多了一丝兴趣和探究之意 让朱雀动怒的 是你 还是这把大黑伞呢 她平静看着濒临死亡的少年 不知为何 并没有出手相救的意思 只是轻轻叹息了一声 婉希说道 说起来还真的很好奇 一个没有任何修行前置的可怜少年 为什么身上藏着这么多 连我都看不透的秘密 由于承诺 我不能帮助你 不然我还真想看看 你活过来后会变成什么模样 女教授眉眼轻力 透着古语年龄完全不相符的致美意 看着地上的宁缺 说道 我会替你请假 同时希望浩天能够详幸运于你 让你活下来 如果你这次无法活下来 也不要怪我 只怪你出现的早了一两年 片刻后 她端来一碗清水 两个馒头 搁在她的身旁 便回到东窗畔的暗基处 继续描赃花小凯 就好像根本不知道 身后不远处有位将死的少年 窗外晨光渐盛 缠名于鼠疫渐起 第112章 塔上愣动静 大唐帝国民风虽然飘悍 但长安城作为守善之地 无数朝堂布衙军营散布其间 达官贵人居住其中 平日里的治安理所 当然无比良好 除了歌手长生死 决斗会产生几具尸体外 长安城内 极少有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发生 当然像春风亭那夜 经过宫中陛下墨允的沙戳 自然不包含其内 所以当南城湖畔命案发生之后 清晨中的长安府衙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新任的司法参军 带着武座 蹲在验尸房里 不敢出门 直日班头 带着鱼百名牙役 浑身大汗 奔走于市井之间 刚刚起床的现任 长安府衙上官杨宇大人的脸色 则是极为难看 大人 那凶徒定是个老手 从命案案发第四周散开查探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只是在朱雀大街侧巷里 找到了一件衣服 估计是凶徒落下的 负责大安要案 征绩工作的刑责官员 恭敬把手中那件破烂不堪的外衣 和另一块布片递了过去 说道 非是下属们办事不力 与邻军他们也追丢了 上官杨宇接过那件破烂外衣 然后拿着那块布片 对着堂外透进来的城光 看了两眼 三角眼缩得快要变成两颗黄豆 却看不出个所以然 哑声问道 让四里老人查查这件衣裳 如果衣料查不出线索 就着重看看针线功夫 这件衣服是蓝袖房的成衣 先前已经有人去扣门问过 这种样式大小的成衣 是几年前的出产 卖出去了不知多少件 这件明显是旧的 所以 下属抬头看了一眼 大人脸上的神情 小心翼翼说道 无论针线还是衣料 都查不下去 上官杨宇轻轻抚摸 河下细细落落的胡子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大人说道 朝廷养着我们这些官员 就是为了做事的 不好查 难道就不查了吗 下属犹豫片刻后 凑上前去 笛声说道 大人 凶徒一下的这件外衣 被剑锋批出了无数道口子 但偏生没有染上一丝血迹 根据属下的判断 只有两种可能 说 上官宇阳不耐烦 他这慢腾腾的性子 恼火说道 第一种可能就是 那名凶徒 贴身穿着剑非常贵迹的软甲 但看这衣服上的裂口 尤其是某几处裂口的位置 就算是帝国最好的软甲 也无法防到那处 那名下属又看了他一眼 声音压得更低了些 那么就只有第二种可能 这名凶徒 乃是为武道巅峰的强者 普通兵刃 却根本无法穿透他的护身元气层 那么自然就不会流血 听到武道巅峰强者这几个字 上官杨宇抚恤的手指骤然一僵 看着下属的眼神 瞬间变得寒冷起来 单凭护身元气 便能硬抗剑施飞剑的武道强者 那得是怎样生猛的角色 这样的强者 整个帝国都找不出来几个 胡言乱语 上官杨宇 冷冷盯着下属的眼睛 韩生说道 我大唐武道巅峰强者 就是那四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 且不说这四位大将军 领受皇命 常年驻守边疆 就算他们如今身在长安城 难道你想说 堂堂大将军 会犯命案 那名下属连连攻身 示意自己并无此意 如果是来自异国的武道巅峰强者 更不可能 上官杨宇脸色阴沉说道 这等人一进长安城 朝廷便会严密监视 若他们敢稍有异动 难道就不怕国师大人 直接把他们镇压了 这也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 那什么才可能 下属在心中叫苦连天 抬起头来用期盼目光看着大人 心想 那你得只条路让我们走啊 按常规程序 胡叛命案先行存当 然后等用心办拆查案 争取早日破案 上官杨宇缓声说道 这话里引着的意思非常清楚 所谓争取早日破案 重点是在争取上 就算你不能早日破案 只要朝廷上风无人发问 那就没有谁会在意 看着领命退下的下属 上官杨宇摇了摇头 从袖中取出手帕 用立地擦拭掉脸上的汗水 威红的酒糟鼻顿时 被擦得更红了几分 听到命案真凶 极有可能是位武道巅峰的强者 这位新任的长安府尹大人 便生出了退意 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情肯定非常麻烦 身为大唐帝国高级官员 上官杨宇虽说性情卑劣不堪 但还不至于连这点担当也没有 但他清楚 如果这个命案 牵涉甚广甚深 那便不是长安府能单独解决的问题 而如果别的布衙都不出手 那便说明 朝廷里有人不想 把这事弄成麻烦 陛下恩德浩荡 他一一双手摇向北方 宫颈行了一礼 丑陋的脸上 满是感激涕零的神色 把下官从司法参军 提成长安府尹 陛下对下官大德厚爱 下官如何敢为陛下添乱 南城有座黄砖 弃城的旧塔 塔身破损不堪 又有轻慢缠绕其间 看上去似乎随时可能倒塌 然而这般多年过去 旧塔依然立于小小寺庙之间 眼看他人起高楼 他人起矮楼 他人起青楼 沉默安宁无语 每年春时 有无数大雁自南归来 大雁往顾山郡寻阳湖渡暑之前 总会飞经长安城 然后在这座旧塔四周盘旋多日 其实雁影遮天 鸟鸣正正 场景未为壮观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这些飞行高天 夜宿水畔的大雁 会出现在热闹的长安城内 会对这座旧塔如此感兴趣 但时日久了 自也看习惯了 近些年 万雁飞舞的场景 更是成为了长安百姓赏春的 又另一圣景 而那座旧塔 也有了一个名字 万雁塔 如今的万雁塔塔 顶住着一位和尚 与堪内青灯佛像 桌上经书笔墨相伴 极少下塔 更少与那些后园里的 好禅妇人相见 这和尚自好黄阳 正是大唐玉帝 今日他迎来了一位 身份同样尊贵的客人 大唐博师李青山 看着桌旁抄金的僧人 黄阳僧人头也未抬 平静回答道 前代圣人留下来的神物 动静之间自有真意 哪里能让我们这些 还困在红尘中的 凡夫俗子知晓 青山道兄 何必自扰 第113章 落入千墨间的马车 李青山淡然应道 既在红尘之中 如何能不被红尘气息所扰 黄阳僧人缓缓抬起头来望向他 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毫不相关的话 陛下既然在宫中 你为何不在宫中 规矩乃死物 人不能被死物所拘 陛下大部分时日都在宫里 难道我就要天天被拘在宫中 你可以日日躲在万页塔内修经 我这个浩天道南门之主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更何况长安城内 谁能对陛下不利 浩天道南门 黄阳僧人轻声重复了一遍 脸上泛起一丝 说不清意味的笑容 轻声感慨说道 我大唐硬生生 从浩天道里 分了个南门出来 真不知道 每年你回西陵时 怎样才能抵挡住 那些大神官们 眼眸里喷出的怒火 李青山傲然说道 闭了双眼 坐在神殿之上 不去看那些 师叔师伯的老脸 聋了双耳 站在没有桃树的桃山里 不去听深山庄严终生 南门每年该脚的银子一分不少 他们还想怎样 难不成 还真能把我定成叛教逆贼诛杀 那西陵上那些老道们 必须得掀灭了我大唐帝国 黄阳僧人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浩天道南门 是大唐帝国与西陵神殿之间 西陵宗教战争中获得的最大胜利 存在世间每多一日 西陵那些道家高人们 脸上便要难堪一日 他修行的是佛门本领 对这种事情 实在不适合发表太多看法 昨夜朱雀醒了 李青山把谈话拉回最先前的话题 冷冷看着黄阳和尚说道 不论愿不愿意自扰 已经惊扰了很多人 我身为大唐国师 不可能面对朝廷的疑问 却给不出答案 黄阳和尚看着身前岸上的佛经 看着经书上那些 用朱砂心血润成的鲜红墨迹 沉默片刻后应道 所以 你来寻我找答 朱雀醒之前 南城有名剑尸 被人砍掉了脑袋 塔尖逼则 李青山绕过小木桌 两步便走到了塔边 目光穿透极小的琉璃窗 向塔外望去 越过层灵鼠翼 落在湿气蒸腾的南城里 死的剑尸 曾经是军部的文书鉴定师 没有几个人 知道他失成西陵 一手剑诀 来自我浩天道门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没有替西陵师书败们 向帝国兴师问罪的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剑尸死之前 遇见破了凶手外衣 但那凶手却没有流血 听着这话 黄阳僧人若有所思 缓缓印道 武道巅峰的强者 李青山转过头来 那秀于身后 静静看着僧人说道 帝国的武道强者 都不可能出手 南京大和燕国等地的武道强者 都在朝廷的监视之中 所以 这种可能性极小 所以我怀疑 是不是越伦国那些苦修和尚 前进来发疯 所以 你来问我 黄阳僧人微笑着重复了一遍 先前说过的话 世间传说 你曾去过荒原上那处不可知之地 我知道 这并不是传说 而是真实 既然如此 关于越伦国那些苦修僧人的事情 我当然要来问你 我是大唐平州府人 黄阳僧人脸的笑容 静静回答道 而且我并不相信 越伦国的僧女们 会无缘无故冒险潜入长安城杀人 那你怎么解释 凶徒一上无邪之事 李青山看着他的双眼问道 黄阳僧人眼眸凝合 缓声回答道 朱雀阴怒呕醒 宁天地之细为无名之火 其火足以焚花万物 更何况只是一些粘稠血字 说不定那凶徒已然成为灰烬 这位大唐玉帝 佛法精进的僧人果然了得 竟是轻描淡写间 便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然而 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问题 李青山促眉问道 纵使你我全力施围 大概也只能令那会像 懒懒睁开眼睛看上眼 能信朱雀苏醒动物的人 这世间有几个 若真是那些传说中的前辈 他为什么要来长安城杀人 他为什么要冒险引动朱雀的怒火 为何没有任何征兆 黄阳僧人微笑道 还是那句话 前代圣人留下的神物 动静之间自有真意 哪里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所能体悟 那位可能来过长安城的前辈 若真的 已经超脱知命境界 深具天启之能 或无惧之念 那他的目的 也不是你我所能猜想 圣人 神物 天启 无惧 这些词汇 回荡在万雁塔塔顶碧子的空间里 纵使是大唐国师 和精妙佛子 面对这些超凡脱俗的存在 也不禁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天启十三年 真的不大平静 李青山轻轻叹息一声 转身望向琉璃窗外 被拘书个手掌大小的天空 天空中那些 飘着的流云 云上那些过躁的鸟 悠然说道 没有什么大事 但总有些令人心神不宁的小事 我在想 是不是应该起一挂 佛门弟子修禅不修命 黄阳僧人看着他的后背 平静说道 我从来不相信寒挂捕这种事情 请您不要忘记 当年青天间观星 最后惹出了多大的风波 如今看来 那句夜幕遮心 国将不宁的品鉴实属荒唐无稽 李青山覆看观云 戴然说道 流云有心 心仪有意 任何当下看着荒唐无稽的命运推断 当命运走到下一个关口时 人们最终会发现 不是推断荒唐无稽 而是命运这种事情 本来就很容易变得荒唐无稽 就算国师大人你所言不差 但不要忘记 当年 来自西陵的神官 受你道法时做过的点评 纵使你有亏天之能 却要拿寿命做代价 青天见观星口 见惹出无数风波之时 皇后娘娘为求自卿 苦苦哀求你算上一挂 你都不肯答应 难道今天你却要为心头微仇 为莫名感应 而自折寿数 天机不可测 我李青山还想多看几年大唐繁华 如何苦心自折寿数 李青山缓缓促起双眉 看着塔下四外热闹摊贩 顶着鼠衣忧喝 说道 但拼着大病一场 我也想看看 究竟这方棋平之上 究竟落下了怎样的变数 黄阳僧人在心中轻轻叹息一声 不再试图阻止对方 将桌上佛经笔墨移开 自侠中取出黑白棋子与一方棋平 放在书案之上 李青山转过身来 走到书案旁 没有做出任何凡复玄妙的施法动作 只是轻浮倒秀 抓起两把黑白棋子集 随意地扔到棋平之上 鼠十枚哑光棋子 在木制棋平上撞击滚动旋转 发出清脆的声音 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平静下来 依顿着命运的旨意 沉默地落在自己的方位 不再移动 李青山和黄阳僧人的目光 同时落到棋盘上一枚乌黑棋子上 这枚棋子不漆直线 不控天缘 不居方格 就那般斜斜落在某处 随意而怪异 棋平上的纵横线 如同人间切莫大道 棋子有若旅人马车 在路口停留 倾盖相问 或者如故 或者成敌 或者到两碗茶饮后 不再相见 平静如常 纷争如常 只有一辆马车 横登在一条通天大道的正中央 不向前进 不向后退 不与路旁同行旅人寒暄 也没有冲撞破开一切的意思 只是沉默地堵在那里 就是这一堵 顿时堵得纵横相交的 千莫大道上 一片一样 难归的人无法难归 稀去的人无法稀去 想要拔刀互见的势敌 隔着他无法相见 想要相亲相爱的情侣 隔着他无法拥抱 平静变得声色 纷争变得混乱 这就是平上的变数吗 看着那枚乌黑的棋子 看着纵横末道间 那辆沉默的马车 大唐国师李青山 表情依然平静 脸色却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苍白起来 像是在这刹那时光里 患了一场重病 蜿蜒塔顶一片死忌般的沉默 这沉默不知维系了多长时间 终于被李青山沙哑 而疲惫的声音打破 声音空泛 听不出悲喜情绪 这个变数 要死了 黄阳僧人闻听此言微微一正 看着那枚黑色棋子 缓缓合时 面露慈悲 就在这时 李青山眉梢挑起 眼瞳里一色闪过 说道 不对 又有变数 黑夜来临 鼠衣未退 窗外缠名依旧 书院救书楼二层楼内一片安静 东窗盼那位清秀鲜小的女教授 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西窗下那个重伤将死的少年 依然一墙基座 他脸色苍白 双眼紧闭 似乎下一刻 就将陷入永久的黑田梦乡 不远处有牌靠着墙的书架 书架侧面上的繁复文士 微微一亮 然后悄无声息划开 片刻后 一个穿着书院下袍的胖子少年 气喘吁吁地挤了过来 就在准备艰难蹲下身躯 去书架下方 抽出那本 无善扬论浩然见识 胖子少年的眉头 忽然皱了起来 轻质白嫩的面容上 浮现起一丝狐疑之色 转身望去 看着不远处墙边那个一动不动 仿佛睡着了般的少年 他紧促的眉毛 渐渐舒展开来 趴搭着后嘴唇感叹道 书院什么时候 又来了个比宁缺更拼命的家伙 第114章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基于内心深处艰辛的某种因果律 宁缺并不相信自己 自己会就此死去 但今天 受的伤实在太重 而且 胸口处穿着的那根无形长矛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所以 再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6年 他终于不得不 开始正式思考死亡的问题 他醒了过来 然后在第一时间内 努力地睁开了双眼 用最后的力量 抬起头打量四周 想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来到了民间 世间是否真的存在民间 一张很白很圆的大脸 出现在离他近几的空中 那张圆脸上的眼睛 眯成了两个小点 小点里闪着疑惑好奇的目光 正盯着他在看 因为这张大脸 又圆又白光滑风嫩 像极了家乡那轮久违的圆月 所以被伤势侵袭身体 造成神志有些不轻的宁缺 并不觉得害怕 反而觉得 有种很亲近的感觉 他靠着墙壁 微微偏头看着近处的大圆脸 虚弱地笑了两声 说道 民间的夜叉 应该长得很黑 我应该是还没有死 那么 你是谁 近在咫尺的大圆脸 没有吓到宁缺 他忽然睁开眼睛 却把陈皮皮吓了一跳 陈皮皮瞪圆了眼睛 盯着对方苍白的面容 说道 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宁缺抬起颤抖的右手 捂住看似如常 实际上痛苦空虚难荡的胸口 猝着眉头向旁边望去 确认自己还在旧书楼二楼之上 窗外夜色已经深沉 而窗盘那位女教授 不知何时已经离去 不禁有些惊疑微寒 女教授为什么会对自己视而不见 现在除了他自己 基本上已经没有书院学生会上 旧书楼二层楼 更何况是深夜时刻 想到那些明显是在夜间留下的来的笔记 他愕然收回目光 看着身前那名穿着学院下袍的胖子少年 声音沙哑问道 陈皮皮 陈皮皮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些 当然 再如何变大 也不过是从绿豆变成青豆 然后变成黄豆的过程 他瞪着宁缺不可思议说道 你是宁缺 正是在上 宁缺死死盯着他的圆脸 眼中骤然升腾出一股 给人强烈震撼意味的火焰 哑声说道 你如果不想看着我死掉 就赶紧想法子救我 陈皮皮没有问 凭什么要我救你之类的废话 这些日子 二人书信往来 虽未曾照面 但已经很了解对方的性情 更何况白痴互骂 自称在上 调侃嘲讽 互相帮助了这么多次 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死去而不伸手 两根手指搭上宁缺哥在腿上的手腕间 沉皮皮沉默把了片刻 忽然间眉头一挑 抬起头来 不可思议地盯着宁缺的眼睛 说道 受了这么重的 伤你怎么还没死 没死不代表不会死 我已经快死了 你这个白痴 还要说多少废话 你这个白痴 受了这么重的伤 为什么不在长安城里去治 还跑书院来磨蹭个什么劲 难道你专程就是 来救我之伤 为什么不行 你不是说你是天才吗 天才和医术有什么关系 你出的第一道题 就是一道药方 方治不死人 你现在本来就应该死了 再精妙的秘方也治不好你 宁缺精神已经极其虚弱 目光微散 望着身前这个家伙 说道 我在这儿已经躺了整整一天 结果书院里没一个人理我 连平日里看上去那般温和可人的女教授 都如此绝情地把我丢在这里 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 陈皮皮低头 看见他身旁的那碗清水 和两个馒头 说道 师姐性情甜尽宁和 自己在后山茅屋里住着 向来寡言少语 他应该不是 扔下你不管 不用解释什么 书院当然要拒绝冷漠 温暖你我 宁缺疲惫地抬起头来 看着暗淡星光下的陈皮皮 沉默片刻后 牵动唇角自嘲一笑 说道 反正我把这条命 交给你了 说完这句话 他眼帘微锤 尖头一松 干净利落地重新昏迷 陈皮皮张大了嘴 看着墙角昏迷的那家伙 满脸不可思议 这算什么 一言都不交代一句就昏了 你这是欺负我 必须把你救活事吧 你这是耍赖啊 哪有像你这样办事的 他一边恼火咕弄着 一边艰难地蹲下身体 最后干脆一屁股 坐在了地板上 右手轻书 五根肥原的手指 闪电般在宁缺的胸口处 连点数十下 先前草草看了看脉相 他就知道宁缺受了极重的伤 而且 伤势正在胸口气海雪山之间 对于普通人 甚至是一般修行人而言 这种伤势 确实足以致命 但正如宁缺希望的那样 作为西林和书院 共同培养出来的绝世天才 陈皮皮虽然看上去 怎么都不像是一个绝世天才 但他真的是一个绝世天才 天才首要的气质便是自信 至于由自信延展出来的骄傲 另当别论 陈皮皮的自信是全方位的 既然宁缺这时候没死 那么他坚信 只要自己出手 宁缺便不会有任何问题 七海雪山出的致命伤 很可怕吗 本天才施展天下西神旨 以书院不弃意 信手拈来天地精纯元气 只需要分秒 便能把你抬好 咦 陈皮皮忽然怪叫一声 手指如同处在火炭上般 闪电收回 目光落在宁缺 看不出任何一样的胸口处 眉稍醋的 仿佛要折成几段 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 太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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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厚实的嘴唇微微吸动 陈皮皮盯着宁缺的胸口 不停喃喃自言自语 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声音变得越来越颤抖 越来越不自信 有灵力建议建木 习体而入 破了你的那副血肉 应该是为修行者伤了你 但那修行者 顶多也不过是个 区区动玄境界 停留在你血肉里的建议 怎么可能抵抗 本天才的天下西指 老师 受我的君子不弃意 怎么没有半点用处 这建议确实灵力 是那修行者绝命前的 拼死一击 宁缺你这个 不能修行的可怜家伙 竟然把一个箭尸 逼到这种份上 确实值得骄傲嘚瑟 只是 如果我不能把你治好 我以后又拿什么 在你面前骄傲嘚瑟 不对 缭缭在你胸腹间的 这股阴寒气息 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触动我的道心 不对 怎么还有一股 如此拙劣的气息 这等毁灭意味 哪里来的 陈皮皮满脸震惊 跌坐在地板之上 看着身前一强低头昏迷的宁缺 心想 你这家伙 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 身体里怎么出现了 如此奇异恐怖的现象 他渐渐连了脸上的震惊之色 双手搁在膝头 缓缓闭上双眼 开始思考先前探查到的情况 偶尔抬起圆圆的双手 在身前空中 轻轻画出 几道不知寒意的手印 小心谨慎地继续查探 宁缺体内的动静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陈皮皮睁开双眼 看着宁缺 眼眸里的情绪 早已无法平静 只有无穷无尽的不解与枉然 根据他的判断推测 应该是有一股 沛然墨浴的拙劣力量 经由那名修行者 用建议在宁缺胸口处 破开的通道 直接侵入宁缺体内 瞬间摧毁掉了 那座珠窍不通的 蠢笨雪山 按道理讲 气海下方的雪山 被直接摧毁 宁缺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死去 但不知为何 其实又有一道 绝对阴寒的气息 进入了这家伙身体内 在雪山垮塌融化的同时 重新拧起了另外一座雪山 必须承认 在修行世界里 陈皮皮确实是个 百年难遇的绝世天才 他没有亲眼目睹 湖畔小猪的一战 没有看到自珠雀大街上 那根翘起的顶翅 没有看到自苍穹投来的 无形长矛 没有看到大黑散如 莲花般轻轻摆荡 他也没有像 国师李青山那般 投起补挂 只是通过宁缺体内的伤势 便把当时的情形 推理得相差仿佛 只是 知道宁缺体内的伤 是怎样形成的 不代表就能治好这种伤 身躯内的雪山被摧毁后 竟然还没有当场死亡 竟然转瞬之间 又重新凝结了一座雪山 这是何等样 玄妙高远的手段 只怕罐里的大将神术 也不过如此 浩天光辉替凡人开窍 大概便也是走的这种 毁灭重生的路子 陈皮皮尸神望着昏迷中的宁缺 颤着声音喃喃说道 但我没在这家伙体内 感到一丝浩天神辉的味道 而且 西林那几位大神官 怎么可能来长安城 就算他们忽然变成白痴来了 又怎么可能 浩尽半生修为替你开窍 如果不是大将神术 那是谁在你的身体里 动的手脚 是玄空寺的人吗 不 那些光头和尚 只会念经说禅 可没有这种现实手段 魔宗那些笨家伙 更不可能 罐里的师父 他老人家也做不到 如此神妙手段 不知道夫子能不能做到 但老师 他正带着大师兄去国游历 没道理这时候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皮皮百思不得其解 痛苦地挠头 黑发在肥原的手指间 不停掠过 就像是疲惫的老牛 在痛苦地 离着燕国的黑土地 陈皮皮很清楚 宁缺体内雪山 被摧毁被重塑 看似是得了极大的机缘 但没有浩天神灰护体 这种极为粗暴的毁灭重生 基本上等同于死亡 宁缺胸腹处的雪山 极为不稳定 随时可能崩塌 而那处的气息 更是弱到近似虚无 生机已空 如果这个家伙想要活下来 除非有人以极玄妙的手段 重新替他注入生机 天地之间元气横定 哪里能从虚无黑夜里 密到生机 除非此时能够找到传闻中 海外一岛上那些 被元气滋养万年的奇花异果 垂死的宁缺 才能有一线希望 可那些被天地元气滋养成熟的 奇花异果 又到哪里找去 书院里没有 长安城没有 整个大唐帝国都没能 他陈皮皮也没有 陈皮皮看着昏迷的宁缺 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低头从怀里 取出一个晶莹剔透 不知有什么材质烧成的小词瓶 脸上露出痛苦犹豫的神情 握着小词瓶的手臂 变得颤抖 仿佛那小词瓶 如桃山般重的无法承受 第115章 那是你我想不明白的是 人们仰望高远的天空 赞美浩天的人爱 修行如何勤勉 悟性如何过人 却从来不敢奢望 能够飞上天空 因为他们知道 行路再难 总是充满着艰难险阻 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浩天神殿在西陵 字号世间 唯一能明悟浩天意志的光明叫门 但也没有听说过 哪位大神官能够就地与化 成为浩天光辉里的艺术 西陵有种灵丸叫做通天丸 仅从名字上便知道 这种灵丸的珍贵 深藏某不可知之地内密不适人 存是数量极其稀少 此时陈皮皮颤抖 手中握着的瓷瓶里 却有两颗通天丸 都说 我是百年难遇的修道天才 入师门后赐了三颗通天丸子 结果闹得惯里深处的老道士们 连着开了三天大会 要知道 叶师兄当年都只吃了一颗啊 我吃了一颗 留一颗保命 本想最后一颗留给师兄日后冲冠 就这么给你吃了 通天丸虽不能助人通天 但让普通人送福 至少可以增十年寿数 让修行者福了 或许可以直接跨境 我手里瓶中的丸子 如果送给大和国的国君 绝对可以换三万个温顺的处女 就算要他把国君之位让给我 也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把这丸子 给魔宗那个堂火腿 说不定 他会心甘情愿 判出师门归附西陵 这么珍贵的通天丸 就让你这个可怜家伙 拿来治伤 如果是普通的金银财宝 甚至让自己损耗念力 来救助垂死的宁缺 陈皮皮都绝对不会在意 但瓶中这两颗丸药 实在是太过重要 乃是西陵浩天道门 最珍贵的圣药 如果流传到世间 不知会引发多少动荡 所以他非常挣扎犹豫 激烈的心理挣扎 在脑海中不断冲突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只见这位胖胖的少年 幽怨至极地叹息了声 看着昏迷中的宁缺 有气无力说道 那些和尚们总说 救人一命 比修七层石塔都重要 虽然我不知道 修那些难看的石塔 有什么重要 但我觉得 这话有些道理 虽然我还是认为 你这家伙的小命 没有这颗药丸重要 但谁让通天丸子 不会说话 而你婚之前 无赖地把小命 托付给我了呢 所谓理由 其实都不过是 说服自己的借口 沉皮皮面露悲痛之色 拧开金银透亮的 小刺瓶瓶盖 小心翼翼倒了一颗 药丸到自己掌心 然后送到宁缺嘴前 药丸色泽微纵 没有什么光泽 也没有什么一香其味 更没有引来夜空里的 白鸟欢名朝圣 只是散着淡淡的草药味道 显得极为寻常 如果你早点死了 这颗通天丸便能省下来 如果你没来书院 这颗通天丸也能省下来 如果 你呀那时候 修行无门苦闷的时候 没那么无聊 在纸上留言 我也不会认识你 那么这颗通天丸 也能省下来 沉皮皮把药丸塞进凝缺嘴里 端起他身旁那碗清水 灌了进去 用手掌轻按他的胸口 煮他化药 以免喃喃抱怨道 脸上满是悲苦痛惜神情 如此聪明又毅力过人 而且悟性也不差 偏偏气海雪山里猪翘不通 你这家伙还真是可怜 如果说你是个被浩天诅咒的少年 也不为过 宁却依旧紧紧闭着双眼 但苍白的脸颊 却是快速红润起来 沉皮皮正正看着他 哀叹道 而如今 你雪山被毁重建 说不定真的能通几个窍 又偏偏得了 非通天丸不能治的重伤 又偏偏遇到了 世间唯一有通天丸的我 而我又偏偏很不下心来 看着你去死 所以你呀 其实是个被浩天眷顾的少年才对 融化垮塌之后的雪山 被那股阴寒的力量瞬间再度重塑 画面看似神妙 但那座雪山的构造 却是极不稳定 随时可能再次垮塌 内部冰川险洞 可谓是千疮百孔 绝大部分孔洞 并不能前后贯通 却让雪山变成 被白蚁注空的木柱般脆弱 珍贵的通天丸被水化开 经由咽喉向下缓慢渗透 还没有来得及抵达宁缺的胃部 变化为淡淡的药力 隐隐若繁星般的神灰 消散在她的腐葬之间 神灰照耀之下 远处的雪山再也没有垮她一脚 又抖雾增高 安静沉默地站在苍穹之下 若圣女一般高洁 像勇士一般坚定 缓慢融化 滋润着脚下的干涸荒原 一股生命的气息 弥漫在那个奇异的空间世界之中 这股气息 并不是来自苍穹之上的那轮太阳 而是来自世界的本源 昼夜在交替 涓涓冰溪在缓缓流淌 渐渐地 稀盼生长出了第二颗小草 然后蔓延成为草原 有成群的黄羊 在青草间欢快地跳跃 有田鼠在地底欢快地啃食着草根 草原深处生出了几棵青树 绿油油地 令人好不欢喜 通天药王化散的速度很慢 被人体吸收的速度却是极快 当最后一丝药力 融进明缺气还雪山之间时 她便醒了过来 而此时就树楼外晨光一起 她疲惫地靠在墙上 眯着眼睛 看着东窗外投射进来的晨光 干枯的嘴唇微微息动 亲自不可闻南南念叨 任何事情都有因果 都有存在的原因和理由 浩天老爷你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自然有你的原因 我就知道 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死去 不是浩天老爷 是本天才我没办法 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陈皮皮靠在他身旁的墙壁上 揉了揉发色的眼睛 嘟囔道 多一只脚踩进民间的家伙 醒过来后 也不把感谢的对象弄清楚 宁缺疲惫一笑 静静看着他的大圆脸 真没有想到 猜测很长时间的留言者陈皮皮 居然是这副模样 问道 你怎么把这伤之好的 陈皮皮挪动着肥胖的身躯 已被蹭墙 艰难地站了起来 然后双手扶腰活动了一下 酸色的身体 轻蔑一笑 挥手说道 说过多少遍 我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天才 你这小伤 若让寻常大夫看着 肯定让你直接躺进棺材 但对本天才来说 也不过就是轻轻挥一挥衣袖的小事情 胖子少年向来 认为自己是百年难遇的爵士天才 所以从小到大 他一直在用天才的风度气度要求自己 羡慕诸位师兄的风范 最讲究一个风轻云淡 昨夜他为治好宁缺 送出了一枚世间难觅的珍贵药丸 但既然送都送了 一味强调 此事不免显得有些像是恩之举 这严重不符合他的审美情趣 所以 他并没有解释细节 只是挥了挥衣袖 显得毫不在意 当然此刻如果有人站在他的正面 一定能够看到他那张圆脸上的肥肉 正在因为心中的痛惜与后悔 微微抽搐 晨光之中 肉痛不已的陈皮皮 转过身来时 表情已然平静 他看着宁缺的眼睛 忽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能看看 你身边这把大黑伞吗 宁缺证了证 沉默片刻后 抬头看着这次说道 我没力气 你自己拿 于是 这下轮到陈皮皮正住了 他猝着眉间 看着宁缺沉默很长时间后 艰难地勾下身体 握住了那把大黑伞的伞柄 入手处有些微微的冰凉 做伞柄的木头 应该是帝国北方某种常见树木磨成的 黑漆漆的伞面上 不知涂着什么 显得有些油腻 除此之外 看不出来任何异样 陈皮皮看着手中的大黑伞 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略意沉默后 把伞放回宁缺身旁 说道 昨天夜里 我抽空去打听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宁缺皮被问道 昨天朱雀醒了 陈皮皮盯着他的眼睛 宁缺微微皱眉 想起自己重伤昏迷在长街时的感受 想起数月前和桑桑撑着大黑伞 走过朱雀大街时 心头无忧生处的记忆 但他确实不知道 那时候大街远处的朱雀会像 曾经苏醒 于是只是摇了摇头 陈皮皮没有看出任何破绽 略意停顿后继续说道 昨天长安城里死了个剑尸 宁缺沉默 陈皮皮似笑非笑看着他 说道 你身上有很多剑伤 虽然早已不再流血 但那是被火烧合的 并不是救伤 宁缺笑了笑 抬头问道 你究竟想说什么 受了这么重的伤 却没有回家躺着 而是坐着马车来到书院 只能说明 你是在清晨受的剑伤 当时长安府所记甚警 你没办法回家 只好来书院暂避 长安府可不会拦截书院的马车 更没胆子来书院搜人 昨天清晨那名剑尸死 长街上的朱雀会像型 你受了这么多剑伤 身上却没有一滴血 伤口全被无形火焰烧宁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陈皮皮看着他 这我没说道 杀死那名剑尸的人是你 令朱雀大动无名之火的人也是你 而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 做到这些事情的你 只是一个普通人 佩服佩服 你可以信佛 那我可以信华 明确疲惫靠向墙壁 说道 问题是 既然你费了千辛万苦 才把我救活 相信你也不会把我送给官府 那何必问这些 陈皮皮没烧一条 得意道 因为本天才要向你证明 没有什么事 能瞒得过我 宁缺微笑看着他 忽然开口说道 西陵并没有你留言里 说的那种大家族 影响力变不俗事 只对书院有所忌惮的地方 只有一个 那就是浩天神殿 你不是什么家族继承人 而是浩天道 曾经选定的继承人 不知道你小时候那位师尊 是浩天道长教 还是哪位大神官 而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 被西陵浩天神殿寄予厚望 隔代指定的掌教继承人 被书院收留的绝世天才 怎么会这么胖 第116章 温暖至滚烫的世毛经 听到这段分析 陈皮皮先是一惊 然后勃然而怒 觉得伤自尊了 脸色一沉盯着宁缺 也不承认什么 压低声音冷利赤道 休得瞎说什么 不然休怪我一掌拍死你 似你这等小角色 不要把自己那点小聪明 拿出来嘚瑟 胖子天才少年神色一素 倒真有几分冷看天下的气势 然而宁缺却是毫无距异 靠着墙壁 微笑望着他 忽然开口问道 你杀过人吗 陈皮皮微微张嘴 想要嚣张回答几句 却说不出口 只好低下头 去看自己的脚尖 宁缺用有趣的目光看着他 继续追问道 总杀过鸡吧 陈皮皮低着头 把双手背到身后 只见艰难地轻出而离 紧紧抿唇不肯回答这个问题 左右扭动着肥胖的身躯 就像个受了委屈 伤了自尊的死孩子 宁缺笑了起来 看着他叹息说道 想来 除了在路上无心踩死过几只蚂蚁 你这双白白嫩嫩的手 连点血腥都没粘过 那就不要学 别人用生死这种东西威胁人 没有什么力度 反而突惹发酵 我倒要提醒你 关于我的事情 你可别四处说去 听完这番教训 陈皮皮以秀掩面 羞愧而走 上市沉时 还可以去书社听课 但刚刚从死亡的民间 艰难挣扎回来 身体精神异常 疲惫虚弱 宁缺字 不会去扮演听话的好学生 而且 昨日有些模糊的记忆中 隐约有一段 是女教授答应替他请假 所以他决定回零 四十七项家中休息 以大黑散为账 重伤之后的少年 缓慢走出了就书楼 像个沉练的老人那般 微勾着身子 迎着尘光 自湿地边缘散步而去 穿过清幽侧像 走到了书院的正门外 书院剪瓢石门外 是一大片像 簪子般的美丽青色草垫 草垫中间 引着十余条石板砌程的车道 车道边缘和草垫深处 没有什么规律 指着很多棵花树 拾入剩下 树上的花朵 早已被茂密肥嫩的枝叶 出国代替 垂坠心细 草垫青树拾进尽头 有一辆马车 那辆马车 已经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 马都疲惫地低下了头 车畔蹲着个 穿世女服的小姑娘 她已经一天一夜不曾睡觉 黑肥的小脸蛋 因为疲惫和担忧金句 变得有些微微发白 如同抹了陈锦记的脂粉一般 昨天清晨没有等到 宁缺杀人归来 又有表情严肃的 牙抑四处询问 听着长街之上 匆匆的雨林军马蹄之声 桑桑便知道出了问题 她强行压抑住镜头的不安 在老笔斋里沉默等待 但当马车回来 宁缺却依然没有回来 她终于等不下去了 询问车夫 确认宁缺沉间 坐着马车去了书院 桑桑略一私存 直接拿出了十辆银子 请求车夫把自己载到书院 然后就一直蹲在马车边 草垫青树旁 默默等待 她不知道 宁缺有没有受伤 但知道她肯定受了极重的伤 可能暗自藏身书院某处养伤 所以 她不敢去问书院里的教习和学生 她只能等待 蹲在草垫青树旁 看着书院的石门 被黑夜笼罩 被朝阳唤起 看着里面书射的灯火点亮又熄灭 听着那些学生们朗声送书 看着小小就携钱的蚂蚁 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看着有人走进书院 有人走出书院 但就是 没有看到那个家伙 书院学生乘坐马车前来 看到宁缺的小侍女蹲在道旁 难免好奇 有人曾经上前问过几句 但她却是理都不理 倔强地闭着小嘴不发一言 只是看着书院门口 看了整整一夜 仿佛看了整整一辈子那么久 桑桑终于看到了那个身影 她揉了揉发色的眼睛 微白的脸蛋渐渐放松 渐渐有了血色 闭上眼睛 抱拳于胸男男 念了几句什么后 一手撑膝 快速站了起来 因为蹲的时间太长 细细的腿部气血有些不通 她瘦小的身躯一阵摇晃 竟是险些跌倒 宁缺撑着大黑伞 缓慢走到她的身前 看着这张熟悉到不能再熟的小黑脸 看着小脸上的疲惫担忧 心中涌起一股联系 虽说她主仆二人这一世 共同经历的生死次数太多 但越过生死之后 能见到对方 依然是一件最值得高兴的事 她极自然地张开双臂 想把桑桑搂进怀中 却忽然发现 小侍女现在的个子 比在未成时 竟是高了一小节 已经到了自己胸口 下意识里正了正 没有继续把她搂进怀里 而是伸出 手落在她头顶 带着微笑揉了揉 桑桑扬起小脸 咯咯一笑 二人转身互相搀扶着 向马车走去 极有默契 没有在书院门口 多说一句话 车夫打了一个呵欠 昨夜她在车厢里 将就着睡了一夜 身体也已极为疲惫 但拿着十两银子 疲惫不在话下 只见右手轻挥马鞭 在空中挽了个花 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左手轻蹄缰绳 马提她的声中 车厢缓缓开始移动 车厢中凝缺声音薇娅说道 很累 回家再说 刀在下面 待会儿记得拿走 马车十底零四十七项 疲惫伤重的宁缺 仿佛睡死过去一般 一直没有睁开眼睛 桑桑取出那把坡刀 塞进大黑散里 再寄到背上 然后在车夫的帮助下 像脱装凉麻袋一般 把她拖进了老笔斋 塞进了薄背之中 酷暑夏天 再薄的棉被 终究还是棉被 宁缺被捂得满脸通红 出了一身大汗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 终于悠悠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 确认自己回到了家中 她深吸一口气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鱼迹 终于有了鱼下散发开来 让她觉得自己的手脚 有些冰茫 盯着屋顶那几片 透光琉璃瓦 她沉默很长时间后 忽然开口说道 最近这些天 我和你提过那个 叫陈皮皮的书院学生 你帮我记一下 我欠这家伙一条命 以后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提醒我想办法还给她 桑桑这时候 正在像桶里倒滚烫的开水 准备替她擦拭身子 没有想到她醒了过来 文言一证 坐到她身边疑惑问道 怎么还 虽然不知道那家伙是怎么做的 但我这条命 应该是她就回来的 我对你说过很多遍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比你我的命 更重要的事情 既然如此 那么将来 无论花多大代价 去报答她都理所应当 然后她看着桑桑 若有所思的小脸 笑着提醒道 但不能拿我们的命去还 少爷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桑桑盯着她 依然苍白的脸颊 她轻声认真问道 那个茶医师是个修行者 我受了很重的伤 最后只记得昏倒在一条大街上 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很清楚 宁却想着 从昨天清晨到此时的 连番奇妙遭遇 尤其是那些昏迷时 隐隐然模糊的感受 眼眸里犯过一丝迷惘之色 皱着眉头重复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做些吃的 我有些饿了 她不喜欢这种 有变化发生在身上 而自己却一无所知的局面 皱眉思索不得其解后 便不想再讨论这件事情 忽然间她想到一个问题 看着桑桑面露乞求之色说道 不要煎淡面 也不要肥肠面 更不要昨天剩的酸辣面片汤 这么热的天气 肯定都馊了 看在少爷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差点死掉的份上 咱今晚掏钱吃顿好的吧 桑桑被她这句话说得鼻头一酸 心想我只是个小侍女 难道还敢天天苛扣你不成 还不是想着 日后少爷你要娶少奶奶 总得替你攒些银钱 我给了车夫十两银子 他低着脑袋轻声说道 先前少爷 你昏睡的时候 我去隔壁古董店 寻他家老板娘 要了碗泡萝卜 已经倒进锅里 和鸭子一起炖了 再过货便能好 说完这句话 桑桑从桶里拎起 滚烫的毛巾拧了宁 然后放到宁缺手能处着的地方 向屋外走去 被烫得有些微红的小手 在围裙上轻轻擦了擦 给了车夫十两银子 桑桑就是要通过这句话告诉少爷 自己虽然年纪小 虽然节俭 但却不是个不分轻重的小侍女 该花银子的时候 可没有什么舍不得 宁缺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那个忙碌的小小身躯 想着先前他那句话里 引着的会脑味道 忍不住笑了起来 却没想到 桑桑看见他在床头支着身子 竟是迅速走到窗边 没好气说了句好声休息 便把外窗紧紧关住 屋内光线顿时变得十分昏暗 除了头顶那些琉璃瓦透下的微光 就只有桑桑提前就在桌上点亮的一盏温暖烛火 静静地陪伴着床上的他 宁缺静静看着桌上那盏烛火 脸上的笑容渐渐脸去 茶医师严肃侵视个修行者 这个隐藏因素 严重破坏了他的计划 如果不是够很够幸运 或许在湖畔小柱他就已经死去 根本不可能逃到那条大街上 更没有机会在书院里潜藏一夜 然后遇见陈屁屁这个细灵的小神棍 在大街上昏迷的那段时间 他知道肯定有些事情发生 不然无法解释身上那些伤口 为什么会愈合 也无法解释胸口处 那道无形长毛所带来的痛苦 只是他确实不知道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陈屁屁又对自己做了什么 思虑凝滞 体伤神损 酷暑夏日被捂出一身汗 他觉得身上的皮肤一片粘腻 有些厌烦 便想擦拭一下 然而他的手再快要 触到湿毛巾的时候 却僵住了 因为他忽然发现 自己的手指与湿毛巾之间 好像多出了浅浅一层阻碍 第117章 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世间有一条像废话般的真理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在世俗世界里 有没有的标准很简单 看得见的东西 如山便是有 听得见的东西如阴也是有 触得见的东西如火同样是有 但如果你看不到 听不到也触不到 那自然便是没有 这个标准并不适用于修行的世界 那些弥漫在天地间的呼吸 或者说元气 那些经由气海雪山 轻奏而污 引发元气震动的念力 无法被平凡人感知 他们看不到 听不到 也触不到天地之息 和修行者的念力 但并不代表这种事物就不存在 初境又称出时 只修行者之意念 自弃海雪山外放 明悟天地之息的存在 感知 只修行者出识天地之息后 还能与之和谐相处 甚至进行 一些感觉上的交流接触 这两个最初的境界 被统称为虚境 一个平凡人 能否踏上修行之路 可以通过上面的论述 做出最简单的评判 如果他能够看到 听到或者触到天地之息 或是意念 那他就真的已经站在道路上了 宁缺正正看着自己 微微颤抖的手指 看着指腹与世毛巾之间 那层薄薄的缝隙 看着那些蒸腾的热气 知道自己感受到的 并不是这些热气 而是一些别的东西 这种感受 用触碰到来形容并不准确 更像是一种感知 人类的大脑里有精神 精神产生意念 意念是想 而念力便是 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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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 类似此等模样 而产生的某种玄妙力量 也就是思想的力量 宁缺此时重伤未愈 疲惫乏空 脑海中清明一片毫无杂念 只有一种想法 他想拿起那款 冒着热气的湿毛巾 好好擦拭 一下自己的身体 似乎天地间流传着的那些气息 这一次终于听懂了他的思想 感受到了他思想的力量 从屋檐间 从窗缝里 从棉被中 从每一滴汗水里渗透出来 以超乎速度范畴的速度 汇聚在他的纸前 落在了湿路滚烫的毛巾上 房间内死忌一般的沉默 宁缺像越伦国那位著名花痴少女样 痴痴看着自己的手指 不敢呼吸 不敢眨眼 用尽全身力气 保证颤抖的手指没有抖成残影 以前所未有的小心谨慎 保持着这个姿势 如同一个被冻僵了的鞍蠢 过了很长时间 他极其缓慢地挑起了眉梢 像慢动作般微微偏手 静一不安地看着自己的指尖 然后慢慢闭上了双眼 强行压抑住心头的激动兴奋 开始冥想 多年前在开评世纪拿到 那本太上感音片 从那之后 宁缺无时无刻无地不在冥想 睡觉之前在冥想 起床之后看着朝阳发呆冥想 赌赢了三碗米酒 高兴之余不忘冥想 浑身浴血跳进书壁壶后在冥想 虽然很可悲地 从来没有感知到 天地间流淌的那些元气 但进入冥想状态的纯熟度 却绝对是世间最顶尖的 万念俱空 固守本心 游易迟行 来此世间漫漫十六年 体内七海雪山朱窍不通 被无数次摧毁希望的宁缺 终于第一次听到 或者说感觉到了 那道悠长平静的呼吸声 那是天地的呼吸 他敢用将军府里 醉疼自己的母亲灵欲发誓 这声悠长平静的呼吸声 虽然轻微 但绝对是他所听过最美妙的声音 比书壁虎马贼 跌落坐骑的声音更美妙 比张仪奇瞪着眼睛 挣扎弹动的声音更美妙 甚至比前袋子里 迎战撞击的声音更美妙 悠长平静呼吸之间 有清夜舒展 有燕花盛开 有百情鸣叫 有微微乎高山 有洋洋乎流水 有舟头橘子落 有百葛争度急 有地之厚广 有天之静远 宁缺不知道 该用怎样的词语 来形容天地呼吸的美妙 思来想去 只有当年听到的那声 微弱呼吸声可以比拟 那年在道旁死尸堆里 捡到被动的浑身亲子的小桑桑 他解了衣裳 听到的那声微弱呼吸 这一刻 他终于隐约记起 昏迷于长街时 听到的那些声音 明误了那些声音的意思 那些来自街盘拽马石柱 九四幌子的喘息 那些来自深院古怀 坐下清夜的喘息 那些来自石石木楼 接到皇宫城墙喘息 都是天地赐予他们的声息 耳中听到的是 平静悠长 来自远古 必将走向未来的呼吸 手指出道的是 并非实物 却能确定其实在的存在 房间门窗紧闭 却有轻柔如风的波动 缓缓缭绕在他的身周 不 这种波动比风要凝重 更像是静潭避水 一般温柔 却又比水更加清零 终于确定感知到了什么 他再也无法压抑 内心深处喷涌而出的情绪 醒了过来 看着房间墙上自己写的书卷 看着简陋的梁柱花纹 目光中充满了激动兴奋 还有一条极为复杂的情绪 他觉得 虽然眼前门窗紧闭 但自己 似乎能够看到 零四十七巷里那堵灰墙 和那牌青树 他知道 眼前的世界 看上去和从前的世界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今日之后 这个世界对于他宁缺来说 必将不同 伸出依旧微微颤抖的手指 对准桌上那斗笠般的烛火 宁缺缓缓吸气 催动自己的意念 进入汽海雪山之中 然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 才缓缓释放出来 桌上的烛火摇晃不安 不知道是风 是他的手指所为 还是他的心乱了 这 就是天地元气吗 他看着自己的指尖 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但能感觉到 那里有一层极薄的存在 喃喃自言自语道 然后他沉声补充了一句 这就是天地元气 年轻税嫩的面容上 满是坚毅和肯定 没有任何动摇和自我怀疑 顾不得抓一件单衣披在身上 没有把鞋盗穿 因为根本没有穿鞋 宁缺猛地跳下了床 双腿一软险蟹摔倒 强行撑住向屋外跑去 撞翻了床边的水桶 腰被捉脚狠狠撞了下 然而被巨大幸福感 冲击的快要昏厥的少年 根本没有感觉到疼痛 推开房开 冲进小小庭院 站在正在砍拆的桑桑身前 他看着勾搂着 小小身躯的小侍女 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却发现自己声音有些沙哑 快要说不出话来 桑桑疑惑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极为怪异 像是在哭 又像是在笑 少爷 你没事吧 他站起身来 习惯性点脚台币 想知道宁缺是不是被五道发烧 烧到神志有些不轻 却发现 如今自己一点脚 居然能摸到他的头顶 不由高兴地笑了起来 宁缺伸出右手 抓住他的细胳膊 把他小小的身躯 用力搂进怀里 搂在自己赤裸的胸怀间 就像很多年前那样 喃喃念叨 你活着很好 我现在也很好 柴刀见血逃离长安城后 他很多年都没有哭过 今天依然没有流泪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自己的眼眶有些湿热 桑桑艰难地抬起头来 看着宁缺眼眸里淡淡的失忆 吓了一跳 然后他猜到了一些什么 小脸上满是震惊神情 两行眼泪涮的一下 便从柳叶眼里流了出来 我与宁耶 绝对不足以喧泄主仆二人 此时此刻的情绪 桑桑张开细细的胳膊 用力搂住宁缺的腰 碰声大哭起来 呜呜 少爷这可是大喜事 晚上你可得多吃几块鸭肉 拥抱结束 二人分开了一些距离 宁缺低头看着小侍女 纵横于有黑脸上的泪水 嘴唇微微息动 似乎想要说几句什么 却终究没有说出口 桑桑倒是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羞愧地低下头 抬袖擦拭掉泪水 一面抽气 一面低声说道 我去叫松鹤楼的外卖 遛两银子的洗面 这还差不多 宁缺宠溺揉了揉他的脑袋 桑桑进屋开辖取了银子 匆匆向铺子里跑去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在门前缓缓停下脚步 回过头来看着他 咬了咬嘴唇 急认真说道 少爷 以后再出去 做这些危险的事情 一定要记得带上我 在铺子里等你不好受 宁缺静静看着他 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说道 放心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至少今年之内 我不会再做什么 你不用担心 老笔摘铺门早关 铺上挂着的小木牌 本来写的东家有事 被桑桑在最短的时间内 改成了东家有喜 既然是喜事 自然少不了饮酒助兴 主仆二人极奢侈的 吃了松鹤楼六两银子的喜面 喝了两大壶酒 不知道是因为太过高兴 还是心疼一顿饭吃了这么多钱 酒量惊人 从未醉过的桑桑 今日竟是极为罕见的醉了 宁缺看着醉卧桌上的小侍女 吃惊地挠了挠头 心想 我还没醉你 怎么就先醉了 把桑桑抱回房中 盖了层单被面 宁缺坐在床边 拿了把圆蒲扇 替他扇风 同时驱赶一下那些脑人的蚊子 这些年来 都是桑桑在服侍他 他已经极少做这些事情 但毕竟小时候做过太多次 所以动作非常熟练 巨大的幸福感与激动兴奋 就在圆蒲扇的摇晃之间 渐躯平静 他开始默默思考 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目光下意识 落在桑桑小脸边的 那把大黑伞上 第118章 大黑伞的故事 昨晨发生的那些奇妙事情 宁缺已经隐隐然记起来了一些 包括长街昏迷时 那如同幻境一般 却非梦境的遭遇 修行者的强大 在湖畔小珠内展露无遗 就算他带齐了三把刀 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至于长街上的遭遇更是凶险 如果不是 浩天赐他幸运 他根本没有可能活下来 更没有可能迎来如此大的机缘 他坚信 浩天让自己降临这个世界 自有其用意 所以他认为自己 不会无缘无故地死去 这种信念支撑着他 熬过了小时候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伴他度过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关头 而在他看来 桑桑枕边的大黑伞 就是浩天赐予自己的礼物 大黑伞看上去很普通 除了很大之外 看不出来任何奇特之处 然而在昨日清晨那场凶险的战斗中 如果不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刻 挡住了那把无往不利的飞剑 又挡住了严肃清 宁吉毕生修为的剑指 宁缺早就死了 捡到大黑伞的过程 很寻常无奇 就像他捡到桑桑一样 很多年前 宁缺抱着小女婴走在关道上 看着天色好像快要下雨 刚好又看到道旁 有把被人丢弃的黑伞 就顺便捡了起来 当小男孩的小手 握住大黑伞很粗的伞柄时 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一样的情况发生 乌黑阴云没有降下磅礴大雨 远处明山也没有摇晃不安 更没有多少处黑烟冲天而起 某金甲神人破云 而出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废话 年幼不知道节俭的他 在那个雨季之后 便准备把这把黑伞扔了 因为他觉得这把黑伞实在是太脏 在溪水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而且太过沉重 背着黑伞抱着女婴 还要和那些草原受汗男嵌的 蛮族流明抢官府派发的粮食 实在是有些麻烦 然而很奇妙的是 大概再是抱着大黑伞睡了太长时间的缘故 还是个瘦小女婴的桑桑 发现怀里没有大黑伞后 便开始哭泣 无论宁缺怎么哄 都没办法哄着 甚至就连偷来的糖水都没有效果 他只好万般无奈地 又去把大黑伞捡了回来 此后数年间的很多遭遇 证明了桑桑的哭泣 以及宁缺的决断无比英明 在随着老猎虎打猎 以及后来单独打猎的过程中 这把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大黑伞 渐渐显露了越来越多的奇异之处 大黑伞油腻腻的伞面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竟是完全不具火烧 不具刀劈剑刺 凭借着这种奇异的特质 大黑伞救了宁缺和桑桑好几次 年幼的主仆二人 能够在崇山峻陵险恶世间活下来 其中有他太多的功劳 宁缺与桑桑和这把大黑伞相伴多年 早已把他视为生命中某个极重要的伙伴 所以桑桑当日 才会在长安城门口说出那句 散在人在 散亡人亡 除了不具火烧 不怕刀劈剑刺 大黑伞还有很多的奇异之处 宁缺非常坚信这一点 只是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发现 需要慢慢去摸索 昨天清晨那场战斗 如同这十年间那几场最危险的战场一样 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他近乎本能般 把自己的生命 完全交给了身后的大黑伞 事实证明 大黑伞没有令他失望 而他也同时发现了大黑伞的另一个秘密 能够让那柄来去无踪纵横略形的飞剑 失去所有威力 能够另一位剑师 凝聚必生修为 也无法突破 这已经超出了大黑伞原先展现出来的物理防御特质 而进入了另一种更奇妙的境界 宁缺甚至隐隐感觉到 大黑伞极有可能克制修行者的能力 能够刀枪不如 能够水火不清 还可以解释为 黑伞的伞部是用某些珍稀材料制成 然而 如果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那该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 大黑伞静静躺在桑桑微黑的小脸旁 他不会说话 也不会动弹 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死物 可此时在宁缺眼中 被紧紧束住的油腻伞面 却开始渐渐释放出一种叫做神秘的气息 那股气息有些寒冷 待仔细看去 面对神秘的事物 人类本能里都会感到恐惧 然而 这毕竟是一个充斥着天地元气 有着诸多神奇传说的修行世界 宁缺自身 又是最神秘事件的当事人 再加上自幼和这把大黑伞相伴 用他遮风挡雨 用他坐着安眠 用他围顿脱身 早已成了他和桑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哪里又能产生什么巨异 你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重伤未愈 又遇着足以眩运的惊喜幸福 再加了几杯酒水 宁缺困境早起 看着大黑伞变入了梦乡 下意识里 隔着薄薄的被单 把桑桑搂进了怀里 啪的一声轻响 蒲扇落到了地面上 一轮光线暗淡的太阳 悬在寂静的荒原上方 环境昏暗如夜晚将要来临 四周的温度很低 一片最纯洁最极致的黑色 从远处蔓延而来 眼看着便要占据整个世界 荒原寂静不代表没有人 这里有很多人 各式各样的人 这些人没有抬头望天 期盼不懈疑惑非常复杂的情绪 宁缺知道自己又开始做梦了 不是冥想时做的那些大海之梦 是旅途中那个可怕梦境的延续 虽然清楚自己身在梦中 但他依然觉得浑身寒冷 仿佛荒原上这些人们的目光 无论含着何种情绪 都隐藏着某种微妙的敌意 黑色逐渐侵袭至荒原上空 纯净的夜遮蔽了半边天空 就在这时 荒原之上传来一记轰隆雷鸣 瞬间传遍整个世界 荒原上很多人被轰鸣的雷声击倒在地 痛苦呻吟 还能站立的人们 脸上的表情忽然尖脸去 似没有生命的雕像般 重新抬头来看天 去看那道雷声响起的地方 圣洁的光辉瞬间照亮整个夜空 高远的苍穹之上 在圣洁光辉最中心最明亮的位置 有一扇无比巨大的金色大门缓缓开启 隐隐能够看到 一位巨大的黄金龙 默然探出龙手 雷声即是开门声 第119章 被遗忘的七考从梦中惊醒 还是夜晚 宁缺抹掉额头上的汗水 正正坐在床头 看着身旁酣睡的桑桑 下意识伸出手指轻轻扶平他 簇着的双眉 然后陷入沉思 思考对于这个奇怪 而令人恐惧的梦 没有任何意义 沉默片刻后 他便把梦中的内容丢出脑后 连回忆都不愿意再去回忆 翻身下床 倒了杯冷茶缓缓饮着 听着宅院后方 那条窄巷里街放的大声议论声 他才知道时间尚早 大家都还在乘凉 眼中所见心所感受 便是天地自然万物元气 在他心灵上的投影 而这名修行者冥想所得的意念 越纯越近越强越紧致 所感受到的元气范围便越大 白天太过激动 这时候 他才完全平静下来 想起旅途上吕清晨老人的说法 发现自己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进入初时的那一瞬间 自己究竟感应到了多少天地元气 是一洼雨水一道小溪一方浅塘 还是一条大河 一火 大海 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初时境界 不知道所感应到的天地元气世界 是否还能算是真实投影 宁缺思考片刻后 还是缓缓闭上眼睛 双手平静搁在膝头 重新进入了冥想状态 把自己的思虑心意传入气海雪山 然后散出体外 过了片刻 精神世界里谨慎的冥想 过渡到现实世界里的感知 他睁开眼睛 把右手伸到空中 似乎想要抓住那些微弱的烛光 此时他再次确认 自己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防岩墙壁空气中 而且震惊地确认自己感应到的 我想那是海 宁静的大海 吕清晨老人曾经说过 当今世上最强大的修行者 那位被认为最有可能突破武镜 超凡脱俗的南静剑圣柳白 在觉醒之初感应到的 乃是一片滔滔黄河 当时宁缺曾经说过 如果能感应到一片大海 那会不会是个比南静剑圣 更强大的修行天才 十余年间 隐师赌博读书写字 睡觉起码杀人放火之间 不停冥想 少年精神世界里 而且无比凝纯 随着气海雪山石七窍 终于通了石窍 日积月累的念力 终于密到了通道贯穿而出 被吹奏成了一曲 铿锵有力的乐曲 天地之息感受到了这首曲子 虽然因为身体之销上 开出的孔洞依然不多 这首曲子显得有些凝质声色 但它能感受到 这首曲子里 每个音符所蕴藏的力量 然而因为这份力量太过凝结专注 竟让天地之息引领间 产生了某种排斥之感 如果说宁缺感应到的天地之息 像是一片大海 那它用来感应天地之息的念力 就像是一根千锤百炼的铁针 体实极其微小 却又极其坚硬锋利 锋利的铁针 轻轻落入大海之中 犯不起任何浪花 击不起任何声响 轻而易举 又悄无声息的 穿透无限深的水面 然后缓缓沉没 坠入黑暗的深渊之中 宁缺并不知道 这些很具体的问题 也不想去想任何负面的东西 她就像个抱着母亲大腿 哭了整整半年 终于拿到了心仪已久 新玩具的男孩 整整一夜时间 一直不停地冥想 然后试念 感受着那股新奇而美妙的气息 她的手掌不停在空中轻摇 想要抓住漏室内 那些暗淡的烛光 想要影响桌上那盏如豆的烛火 虽然始终未能成功 却完全没有影响她的兴致 依然兴致勃勃 很奇妙的是 第二天清晨 她离开老笔斋时 没有因为整夜未睡 而面露憔悴之色 反而显得精神极好 面色红润健康 大概是逢着喜事精神 变爽的缘故 乘着马车来到书院 看着青青草垫 繁茂青树 山上流淌的云雾 东方清丽的晨光 云光笼罩着的黑白建筑和楼檐 宁缺总觉得 眼中的世界 堵上了一层漂亮的光韵 本来就非常美丽的书院大山 显得更加妩媚 喜悦的直遇大笑数声 因为心情极佳 遇着刚从马车下来的铜窗 遇着一手拿着烙饼 一手拿着书卷的住院同学 他一改平日 温和疏离性情 主动上前招呼问安 然而今天的书院气氛有些异样 更准确地说 围绕着宁缺的气氛有些异样 铜窗们似乎没有与他寒暄的兴致 远处更是有些学生围坐一群 向着他这边指指点点 面露鄙夷之色 宁缺有些莫名其妙地走入饼舍 然后惊讶发现 书舍里相对熟悉的铜窗 表现也极为怪异 纷纷像他投来一样的目光 他压抑住心头的疑问 对坐在前排的司徒依兰点点头 便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司徒依兰低头 看着昨日数颗布置的温习文卷 似是没有看到他的动作 然而 当他走过身旁后 他却是回头望去 看着宁缺的背影 叹息着摇了摇头 请了两天假 怎么感觉大家看我的目光 都有些不一样 宁缺坐了下来 看着身旁的楚悠贤 笑着问道 难道所有人都知道 本人跳崖得了奇遇 所以有些羡慕极度狠 这自然是一句玩笑话 然而性情开朗一笑的楚悠贤 脸上却是毫无笑意 他盯着宁缺的脸 严肃认真说道 你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 宁缺摊开双手 无辜说道 帝国又开始进攻北燕 今天是李柯来着 教习先生是个脾气不大好的燕人 那确实值得大家发发愁 这时候开玩笑 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楚悠贤看着他叹息了一声 说道 整个书院从教习到学生 都盯着前天的七考 想看你和谢承运 到底谁能赢了那场赌局 谁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 他拿了五颗假上 而你却没有参加考试 这就是你为什么觉得 大家很怪 宁缺微微一正 经此提醒他才想起来 那天清晨 谢承运等假设学生 闯入秉舍后发生的事情 才记起来 那场赌局中的七考 在前天就结束了 那时候他在做什么 那时候 他正靠在旧书楼二楼墙壁上 胸口还插着 跟无形的长矛 昏迷不醒 在一碗清水 和两个冰冷馒头的 陪伴下等死 原来七考是前天 我真的忘了 不过 我记得 好像请一位女教授 替我请过假 宁缺笑着解释了一句 那场与谢承运之间的赌斗 用七考的成绩做标识 在他看来 这本就是件 极为幼稚好笑的事情 当时不过是爱不过 司徒一览和秉舍 同窗门的愤怒 才硬了下来 现如今七考和那场赌局 既然因为别的事情错过 那错过便是错过 错过打击那位谢三公子 装逼气焰 确实有些可惜 但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因此就哀声叹息 垂胸顿足 拂暗大哭 扮演一名忘记拿准考证的 高三牛人 在书院安静严肃 进行七考的那个清晨 他在灵虎小柱 杀了位修行强者 在朱雀大街上 度过一段极玄妙的时光 他在生死之间来回了几遭 他遇到了16年生命里 最大的危机 以及最大的幸运 和这些事情比起来 这些义气之争又算什么 问题就在于 你请了假 楚尤贤面无表情看着他 说道 只要你参加七考 哪怕最后成绩糟糕 远远不是谢成韵的对手 大家也不会 对你有任何意见 考试这种东西 哪有必胜的道理 当然要你应战 也只是个不输勇气的意思 但没有谁想到 你竟然会害怕到 连考试都不敢参加 这事儿就太添堵了 宁缺听着这番话 不由微微一正 片刻后笑着说道 这是个什么说法 难道非要我撑着病区 直闯考场 脸色苍白 艰难挪笔硬势 答一提吐一口血 最后题目只答了一半 雪白试卷全被染成红卷 然后我因血流不止而死 才算有勇气 这番话说得有趣 却又透着古迹锐利恼怒的意思 你真病了 楚尤贤感觉到 他语气里藏着的会怒 正了正后说道 但看你现在 这满脸红润的样子 谁会信你 然后他叹息着说道 昨天七考成绩公布 临川网瘾拿了一颗甲上 其余五颗的甲上 全部被谢承运得了 听说这些月 他受了你的刺激 学得异常刻苦拼命 现在书院里都在传 你是因为明知道 不是谢承运的对手 却不甘心就这样输给他 所以才想出了一个 请病假休战的主意 宁缺皱眉说道 不这儿退已是丢人 更何况是已退B站 我虽然觉得这长期考赌斗 实在是无聊无趣到了极点 但既然答应了 便不会怕 若真像你们说的 我没病没灾 却要装病请假 就是为了避开妻口 那岂不是懦夫所为 楚尤贤此时真的相信 他前天确实是病了 同情地看着他 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我相信你 但问题是别人 尤其是假设那些人 不会相信你 在他们甚至是 书院大多数人的眼里 现在的你 就是一个懦夫 宁缺无言以对 忍不住苦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本来有些会怒不甘之意 然而想起昨夜那些奇妙的感受 他便决定不再去想这些事情 现如今 咱也是能修行的天才学生了 何至于还要和这些小屁孩 一般见识 见识做名词史实很简单 做动词史实 却是一个需要双方互动的动作 他不想和那些 认为自己是必战懦夫的 同窗一般名词见识 却无法阻止某些因他退赛 自动获得胜利的家伙 跑到他面前 非要和他动词见识见识 而这便是所有青春偶像 巨大部分矛盾冲突的由来 第120章 自幼杀蛮 故蛮不讲理 第三声散钟响起 宁缺收拾好桌案上的笔墨指宴 便准备像平日那般去救书楼看书 他今天急着 要给陈皮皮那个家伙留言 所以走出书舍的动作 显得有些匆忙 钟声一响 我们便走了过来 本以为这速度已经算是极快 没想到 居然险些便与宁缺你擦肩而过 我不明白 你这般着急做什么 急着去救书楼装刻苦 还是急着离开书院 假装自己根本不知道 七考和荡日的赌局 门口走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自然是来自南京的 谢三公子谢承运 以及阳关钟大俊 进的门来 谢承运一手像秉舍诸声示意 年轻的脸上 无法完全压抑住那母奥义笑意 但还是极好地展现了自己的温和气度 倒是他身旁的钟大俊 拦在了宁缺身前 手中折扇轻敲掌心 脸上神情似笑非笑 语气极为嘲讽 至少要说几句话再走吧 司徒一栏站了起来 想要说几句什么 但想着宁缺确实没有参加七口 那场赌局自然是假设的人胜了 顿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只好信心然重新坐下 金五彩知道 他是如何争强好胜的一个人 忍不住摇了摇头 然后站起身来 走到谢承运身前 温和亲生恭喜 温婉面容上笑意如何风轻浮 要我说几句话 宁缺看着门口的假设诸声 感受着身后同窗门头来的 复杂情绪目光 威一丝存后望着钟大俊笑着说道 那下面我就简单地说几句 然后他补充了一句 不过这件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麻烦你让一让 钟大俊脸色一沉 却是不再多说什么 挥着扇子退到一旁 宁缺与谢承运彼此一手见礼 至于各自腹中做着怎样的牢骚不屑 那便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事情 书舍里顿时一片安静 想要听他如何言语 略一停顿 宁缺看着谢承运有些苍白的脸颊 微笑说道 没有什么借口 既然我没参加七口 那个赌局自然便是我输了 我记得赌注是吃饭 那便吃饭 地方随你挑 至于要请多少人也随你意 谢承运微微一正 全然没有想到 宁缺认输 竟是认得如此光明磊落 昨日在中府与大俊商量的那些话语 竟是没有办法说出口 钟大俊见谢承运 不知如何应对 忍不住暗自恼怒 这位友人实在是太过温厚 冷笑着插了一句 为避免七口落败丢人 你竟能想出装并必考这等下作招数 任何若论起来 你便可大言不惭说 并非不是谢三公子对手 而是身体不佳如何 似你这等人物请客吃饭 我等真担心 桌席之上有何古怪 断然是不敢去的 宁缺眉梢微微挑起 看着这位来自杨谷的大唐才子 很认真的说道 我记得那封挑战信 是从谢承运手中接过来的 那么七口成绩好与坏 赌局胜货败 都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关你嘛事 你要去吃饭 不恼轻摇折扇看了谢承运一眼 谢承运本不想在金五彩面前 太过咄咄逼人 但看着宁缺此时还如此振振有词 没有丝毫羞愧神色 不禁反感咒声 醋眉看着说道 吃饭不用 只希望你能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实在是有辱书院名声 我读书院是要交学费的 一手交钱一手学东西 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 需要承载什么牵势圣名之类的东西 那些事和我没关系 宁缺眉梢梢梢的更懂 这种无聊推论以后 最好不要挂在嘴上 既然咱们本来就不熟 我绝对不介意告你们诽谤 书社里的气氛 渐渐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宁缺表现得过于坦然平静 浑然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 如同谢承运感受相仿 大部分学生望向宁缺的目光更为鄙夷 楚悠贤倾咳两声 上前打圆场 笑着说道 明知不敌 必占医保自身 这在商场上倒也是常用的手段 你们何至于如此严肃 宁缺美好气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这到底是想要帮我 还是想再往我身上泼几盆脏水 考不过别人就认书 何至于要用这种无赖招数 书社里忽然有人开口说道 宁缺没有转头去看声音齐楚 但知道是同事的学生 略意沉默之后 看着身中面露 比意不解诸多复杂神色的铜窗们 没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开始说话 我不在乎你们相不相信 我说的话 也不在乎 你们会不会暗底里叫我懦夫 因为我们层次本来就不一样 你们可以说我不讲理 因为我没那个精神 和你们讲理 就像公主殿下那天 在酒树楼外说的那样 你们不过是些温室里的花朵 看着盛放美艳 却不得不躲着室外的狂风暴雨 成天没些正事做 只好四处招摇 绞尽脑汁 要整点斜风细雨 来展示自己的坚强和能耐 但这关我屁事 我有兴趣陪你们玩那就玩 没兴趣 那就不玩 不要想着 用什么操守气度之类的话来质问我 你们在乎 操守气度到的这些东西 我不在乎 当你们还躺在母妈怀里 因为不肯吃奶 被母妈恶声恶气 用草原马贼来吓唬的时候 哥已经在草原上 砍马贼脑袋当球完了 刚才说过 我不在乎你们会不会在背后 嘲笑我是个懦夫 是个无赖 但你们一定要记住 从今以后 千万不要让我听到 你们在嘲笑我 因为我不喜欢 不要无视我的威胁 如果你们的脑袋 不想像那些马贼一样 变成球的话 说完这番话 他没有在看书社里众人一眼 挥手示意 拦在身前的假设 诸声让开 仰头挺胸 就这样萧萧走出门口 顺着遮雨长廊 向书院后方走去 本来极佳的心情 就因为这些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乌烂事 遭见了大半 他的情绪实在是有些糟糕 尤其是发现 就连平日相熟的那些同窗 也没有替自己辩解的意思 反而相信中大巨那些人的说法 他更是恼火 既然恼火了 也就懒得再扮演 温和可爱无害小学生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楚悠贤看着 言语长廊里那个背影 匆忙追了上去 与他并肩走着 摇头感慨道 这下可好 你连同社的同窗都得罪光了 以后可得和你保持距离 那你这时候 还要追上来 宁缺笑着说道 你说他们小屁孩吗 长安十几座青楼里的姑娘 都能证明我不是小屁孩 所以我并不觉得 你那番话伤害到了我 楚悠贤笑着说道 再说了 和你把关系处好 将来说不定能亲近一下 红袖招里的头牌姑娘 你不用这么看我 放心吧 水珠姑娘 我是指挥远观的 就是想让你把陆雪姑娘 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宁缺侧头看了她一眼 笑着说道 难道你就不怕因此 得罪一大群同窗 书院里的人都知道 咱俩关系不错 如果你和他们 闹翻我就舍你不顾 也得被那些 酸彩点评为无情无义 你知道我不爱读书 也见不过那些家伙的酸腐模样 楚悠贤自嘲一笑 停下脚步 说道 所以我得当着他们面过来安慰你几句 但正如你所言 我可不能与书院集体对抗 所以我这时候得回去了 对一个自由过着刀口是写人生 在草原上 真可以用杀人如麻四字来形容的 编程君族来说 书院里这种清静安宁的生活 本来就有些不适应 那些自由生长在 安乐清平世界里的铜窗 更是不济 上面那番评价 是宁缺最真实的感受 然而对于书社里那些学生们来说 这番评价毫无疑问是最恶毒的攻击 诸生不由愣在当场 对于南京谢三公子来说 与宁缺的七考赌约 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入院事实 被这个看似寻常的少年压了一头 再就书楼登楼关书 又是惨败而归 还被大唐寺公主冷淡训斥了几句 他本指望 能够靠此番赌约重拾信心 五颗甲上着实是难得一见的好成绩 谢承运喜悦之余 自然难免生出些傲义 今日带着同伴前来秉赦 不见得是为了羞辱宁缺 但也有展示锦衣的意思 而对钟大俊来说 进入书院之后 所有的风头 全部被谢承运和宁缺抢走 还有那个不过十四之零的凌川王颖 他身为阳关大族精心培养的才子 哪里能够甘心 谢承运和王颖倒也罢了 这二人入院之前 已有极大声明 其中一人是他挚友 另一人又年龄太小 而宁缺又是何许人等 怎能在自己之上 所以对于这次七考赌约 他甚至比谢承运 还要更加上心 今天来到秉赦 毫无疑问 便是要羞辱宁缺一番 同时向书院诸生 揭穿此人的无赖阴险嘴脸 但无论是谢承运 还是钟大俊 亦或是那些随他们前来秉赦 看热闹诸威的假设诸生 都没有想到 宁缺在做出如此卑劣 怯懦行径之后 竟是全无羞愧之意 反而阵阵有词 将众人反生羞辱 披塌了一番 本是来羞辱对方的 结果对方 就用了一招叫蛮不讲理的招数 便全部挡了回来 反而被对方羞辱了一通 于是 那些本来还有些怀疑 七考那日 宁缺可能真生病了的诸生 也不愿意再往那个方向去思考 不只是他们 包括秉赦诸生在内 所有的年轻学子 都被宁缺那番看似听上去 铿锵有力 实际上蛮不讲理的训斥激怒了 就算是最普通的平民子弟学生 在家乡叔叔中 也是备受疼爱的对象 哪里承受过种群潮技能 算了 不要和那个家伙一般见识 有学生压抑着不甘之意 提醒众人说道 他毕竟是公主的顾骄